老師他剛剛在執行 在綁娃娃嘛 對 而且我們還執行到一半 可是那一天攝影機拍一半就故障 對 為什麼有這張照片 就是在修機器的時候 這張照片是當時我們在修機器的同時 然後這個我們製作人就用手機 隨手拍下了 準備要執行任務的這個台子 結果網友就發現 那個鏡子裡面好像有一個人臉 老師你看那邊 很兇耶 剛剛老師 我相信你聽到在門口這樣 也著實會覺得很驚訝 那他這個又讓機器停擺半個多小時 那跟這張照片有關係嗎 我覺得有關係 因為一般來說的話 這個飯店裡頭 第一個它形成 如果它真的形成 這個所謂的八卦形的這個 形狀的時候 它第一個 當初在做的人有沒有流 慾流就是要出去的門 如果沒有 這個出去的門是看不到的 是無形的 對 是無形的 不管它是後來誤入到 這個飯店裡面的範圍 還是原本就在這個飯店的範圍內 往生的靈 它就會遇到一個情況 它困在一頭 都出不去 一旦遇到有人進來的時候 它要不是求救 那要不過就是 它可能一些這個所謂的 可能就會讓你們感覺到 你站回來 我們看一下你脖子 沒了耶 剛剛是這樣子 要再刮一條 不是 它脖子後面做了紅色的刮痕 像老師這是怎麼回事 因為一般來說 靈界的這個好兄弟們 有時候會在你的身上 做一些動作 比如說 像比如說有的人會打它 你可能會看到手掌印 可是它沒有痛的感覺 還有那個腳捏的 手捏的那個印子 對 當我們一般正常 如果我們碰觸的時候 會有觸感 可是在你沒有觸感的情況 留下這個痕跡 有時候它有時候就是 第一個 也許它是生氣的表現 或者是它這個想要 表達它情緒的表現的時候 你身上可能會留下痕跡 而沒有這個所謂的痛處 就是那種痛的感覺 這樣你沒有感覺到 對 偷偷留下來 郭老師在現場 就看他跟我們那個觀眾 鬼伙伴一起 就是去出任務 然後很快就回來 但他們說 他們聽到了聲音 但你也同時聽到了 像是一個男生這樣 很無奈的 撒哑的 嘆息的聲音 這個地方好像 對於聲音的靈動很大 對 而且講得很清楚 幾乎他講的每一句話 我們都聽到 而且是不是一個人 是同時現場的人 全部都聽到 天啊 我覺得好恐怖 對啊 那你這個聲音太多 不是 你們這個聲音太多了吧 對啊 你們剛剛兩個 不是兩個去去就回了嗎 很快的時間回來 嘟嘟嘟 就聽到聲音 然後你們一上去 就是聽到一家人在吵鬧的聲音 感覺是 同時 對 你們也聽到一男女 在吵這樣的聲音 對 我們聽起來就很像是嬉鬧 然後你們進入那個房間 房間一抬頭 一個繩子 這樣掉到那個地方 那個給你的情緒壓力應該 超可怕的 等一下 你以後考慮一下 你旁邊跟的是誰 好 我看那個阿倫 魂都被你叫飛了 對啊 太緊張了 那個壓抑不了 對 看到那個繩子的時候 你什麼感覺 我那時候瞬間起雞皮疙瘩 因為那個繩子 等於說就在那個 我們兩個人跟假人的正上方 然後你就會覺得 天啊 而且我一抬頭的時候 那個繩子還不是靜止不動 他還這樣子左右晃 左右晃這樣子 對啊 好像是有人掉在上面 這樣晃的感覺 重點是有沒有風 因為你看到繩子在晃動 有沒有風呢 當時是沒有風的狀況 對啊 可是如果沒有風 在那種密閉的空間裡頭 那個繩子不太可能晃動 那一定 我覺得在那個地方 是有靈動在那個地方 你有一直看到黑影 我看到那個黑影 是在那個走廊的牆壁上面 這樣很迅速 那個迅速已經不是人 可以跑出來的那個速度 感覺像是用飛的這樣 像飛過去這樣 對 一般來說的話 像這種地方 有時候其實我必須講 它是一個時場 非常強大的地方 才能夠凝聚這麼多的 一個靈動能力 那一般的人 如果說你沒有 可能是他沒有帶任何東西 也沒有任何的這個加持 或人家這個 可能老師的保護的話 你去有時候碰到的這個情況 有可能不是只有這麼輕微 我覺得因為有老師在 都還這樣 那你現在看 如果老師都不在 那事情還得了 是不是人在你們前面 走來走去這樣 過了 新軍那種 就已經顯隱了 對啊 那就嚇死了 對不對 它那個會不會是個零件大飯店 有可能 對不對 他們現在可能還正在入住中 我為什麼想要你長相 你看你剛剛那邊 我看到一個反射 你在那邊弄來弄去 然後你看不到你自己的五官 對 他整個臉是黑的 我還是很恐怖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魂 都是看不到五官的 對 是有人把它遮住還是怎樣 其實包括他剛才覺得 那個肩膀痛 你是進到那個範圍裡頭 進去的時候 開始就很明顯對不對 其實在那個過程裡頭 你的臭面已經被人家抓住了 那當然你這個感覺 你就會覺得不舒服 那第二個是 你當你在照鏡子的時候 因為它一直在你的身邊 並沒有離開 所以其實你看到那個部分 雖然是你自己的攝影 但是你的那個臉已經被它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重疊住擋住了 難怪你看不到 對 你就看不到自己的臉 好酷 最後提醒大家 剛剛有拍到那個 大頭鬼的照片的 趕快上傳粉絲團網頁 然後你才能夠抽獎 就可以得到我們這件 大頭鬼T恤 那也還是要希望大家 那個不只要拿T恤 還要提供我們靈音好地方 讓我們去逃跑 然後請在每一個禮拜五晚上11點 鎖定我們的淘寶寶好兄弟 謝謝兩位老師 謝謝